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韩对抗赛当中是有好几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个布局 这跟过去中国流流行的时候很像 就是也是突然的就是大家对这个某一个布局的情有独钟了之后 就是大部分的很多人都来使用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比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像复制下来似的这种布局 这个也没有办法一般在顶尖切手当中就是这样子一阵子的事情 这一阵子大家研究这个研究的比较多 就都下这个 然后现在再过一段时间呢 有可能别的另外的布局又被研究出来之后 大家又中情于那个布局 然后继续下 总之就是在不停的更新吧 一个更新换代比较快 现在这个布局 逼了一拆 这个棋确实出现了好几盘 这个棋有小飞的 也有逼的 最近逼这个呢 是觉得黑棋比较有利的一个选择 它实战这样 拆 然后飞 把棋 飞 这棋在过去的下法呢 是靠这个 这个靠的话就显得 在过去是贴五木板的时候 是这样选择的 这样 这样在贴五木板的时候呢 觉得黑棋还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是贴七木板的时代呢 就不能接受了 这个局部 黑棋要追求更好的 白棋飞的时候 黑棋压 白棋爬 这时候如果白棋在退的话 这个棋就 黑棋就可以靠了 这个大家就一目了然 跟刚才如果是一样 白棋吃一个子的话 固然你现在可以爬我一下 这样子 但是你这压一下 已经被我便宜了 而且这个棋 黑棋还有一种下法 是如果你单退的话 我即便挡下来 也有 因为这个黑棋 这个子呢 是比这个呢 是近了一路 那么也是呼应了 这个断点 你现在断进去 就是不成立的 像现在也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逼紧呢 就对白棋这块棋的压力呢 会更大一些 下一手棋 马上就是这个点上来 黑棋觉得比较舒服 所以白棋也没有退 白棋实在是爬 黑棋搬 这成为了一个 可以说是标准的一个 大家研究过之后的一个定式 白棋搬 黑棋也搬 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是先冲的话呢 黑棋如果挡 白棋可以打 黑棋飞 这样也有 这样就是白棋以后 等于是提一下 跟黑棋挡一个交换 但这下白棋可以保留 然后白棋就脱先了 白棋不走了 可以站上方 继续走 这也是一种 但是现在如果 直接冲的话呢 黑棋很有可能会立 黑棋不去挡这一下 你走出来的话 我也跳 这样就变成 黑棋把白棋这个分段 然后还把它的 这个根据地也夺掉 白棋得处理两边 可能有点累 所以这些没有冲呢 就等于是冲不到了 如果之前先冲 在这个时候 如果白棋是先冲的话 可以冲到 然后你在拐的时候 黑棋也可以搬这个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还原 就正常 也可以退 这样也可以选择 这是黑棋的选择 白棋是这样的 没有冲 那么黑棋搬下来之后 现在就是白棋 如果是打吃 它实战也是打吃的 黑棋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跑 跑一个不太好 被白棋一立的时候 局部黑棋刷尾有点难下 因为如果你这棋退的话 我们先看 那白棋留有这个打 吃了搬过 等于黑棋这个脚 脚上的时空也没守住 这里也没有分段 白棋 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的实力比较大 然后如果把黑棋吃到这里的话 如果吃这个的话 白棋暂时不想去打 因为这个被提掉的话 太干净了 白棋这个时候可以拐吃 你肯定不能粘上 因为粘上的话 跟刚才一样 你这还亏了 只有提 这样子白棋就脱先了 在这边白棋就不走了 先去站在上面大肠 以后改白棋下的时候 处理这个子的时候 比如说黑棋一旦震了 白棋要处理的时候 白棋就可以打这个 搬这个 走完了退 或者是各种别的借用 这借用都很多 如果是不想要这个子的时候 就单退一个 黑棋吃掉白棋 木树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变化也是 黑棋不便宜的 黑棋一定是打吃 提掉 其实这个时候的正招 就是大家经过研究之后 觉得就是这棋是粘一个 是基本的正常 其实也就是可以看作 是这个子放在这里 跟放在底下的一个区别 那么放在上面呢 就是上面的这个厚薄 稍微好一点 放在下面呢 就是以后的这个关子上 稍微好一点 这个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 根据个人的喜好而言 是这样子 其实黑棋应该这样下 成长也是这样的选择的粒 这个粒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分支 我们来看另一个白棋 该怎么样应对 黑棋的意图是什么呢 它希望你这个棋就团掉 进行掉 这样 然后你还得需要去挡 它就便宜了 这是黑棋的第一次 如果你单挡的话呢 它就打吃进来 这样以后 它打吃这个 很有可能会成为先手 因为这个脚上有可能不活 那么你猜就等于是 把这个子彻底的给分断了 白棋呢 联络的可能性就没有 当然它是希望白棋去防守 然后白棋 搬 打吃 白棋搬这个就是要联络 打吃 吃 白棋这个时候一搬 轻轻地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个棋 打结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为黑棋不可能这个不走 被白棋连上 一定要走 白棋先打吃 这个是顺手的 再打吃 提 这下为什么一定要打吃掉呢 刚才本来直接也可以打吃 黑棋如果提 白棋呢再打吃 刚才是这样子的时候 白棋搬了之后 如果现在打吃完了 再打吃的话 那么这个结 白棋就把黑棋这两下交换不到了 等于是没有便宜 所以这棋要先打 提的时候再打吃这个 是一个本身结材 再提 黑棋只能粘上 这样白棋再贴住 这个次序也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一招走不对呢 这个棋可能马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简单的看 如果要打吃这个的话呢 是不行 因为你现在贴的话 对方就粘上 虽然说黑棋的棋型不太好看 但是粘上是很实用的 这个角白棋 如果说一旦死了 那白棋肯定是不行 比如你现在补 我把你这个吃了 这肯定是不行 但是如果白棋想活呢 这棋比如说粘 黑棋截 这不能走别的 被一粘就死了 就破 白棋如果提呢 黑棋这个棋可以靠 白棋这个有可能要变成打截 如果白棋想要活 比如说你要活在这里 局部肯定是双活 但是黑棋这个外面有一段 这个白棋不能光把目光 放在这个角上 外面不管 这个白棋是不行的 所以白棋即便这个截 他想直接走呢 是不能马上打上来的 把实战 这样子的时候 必须要先制造截材 有充足的截 把这个棋打爆才可以 先打 一拐 这时候打还是不行 因为提掉之后 还是没有截材 要再连斑 黑棋打吃的时候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这个地方已经有截了 然后白棋再打上来 提 打吃 提掉 这个是必然的 大家注意这个棋 虽然是找截材 但是找截材的时候 这个一路之差 其实也差挺多的 因为你如果打在这里呢 这个棋 你这边肯定是死了 没有任何的借用 那你这个棋以后 这个就是打吃一下 人家提掉 这样子的手关 而这棋我打在这就不一样 我打在这里的话 即便以后 手关子的时候 我还有可能会跟你做截 这个就差 而且即便是我打吃在这里的时候 黑棋也要补回去一目 这地方差 尤其在这个有截的情况下 这要差出去好几目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在这种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能看上去都是先手 然后就随便的把这个棋截打一个 现在实战是打完了之后 提 那么黑棋呢 因为初棋无截嘛 黑棋是没有任何截材的 所以黑棋只要从这个脚上走 黑棋就拖 白棋呢 提掉 其实这时候黑棋 无论找哪个解 白棋都不能硬了 比如靠 白棋也是提掉 然后黑棋冲下去 他实际上选择了这个拖 白棋把这个很愉快的提掉了 白棋黑棋半 那么这个地方的战斗呢 就高一段落了 基本上这就算是一个大型变化的结束 被这个提掉的时候 这个得失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白棋跟这个棋看上去是 给人的直观感受是非常的好 这一开始就中央拔花了 这黑棋被提了三个字 然后呢 黑棋这两个交换 如果我们看到白棋斑 黑棋吼一个的话 黑棋也烧亏 那它亏的地方呢 并不是说它的木属亏 它这棋以后呢 有可能会这笔里的味道 白棋碰的时候呢 你可能只能立 是这样子 这边亏损一点 因为这个棋如果没有的话 会好不少 就是这两步 斑和吼 黑棋有亏损 但是白棋的这个很厚的这块鞋 其实并没有多少木属 它提了四个字 这八木 然后这里就算加来挡一下 九十十一上三十的十五十六木 最多 就当然要打结 我们先会展示不计这个 嗯 这个字在这 这个结呢 先展示不计 差不多十五六木 加在外面 木属白棋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收获 黑棋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之前看 黑棋是单逼的 然后后来通过白棋 这个爪结 它其实是挺损的 被黑棋把这个字都提起来了 黑棋这边的配置 其实是很不错的 嗯 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心和这个心 可以互相抵掉 这个我们展示不判断 然后这边呢 是等于黑棋 把白棋的角 变成了黑棋的角 肯定黑棋这边的紫力 比白棋占优势 嗯 这个实地也很大 然后白棋现在全局的发展 除了这个紫力外 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而黑棋呢 这边有一些发展 然后上面呢 也有一些发展 这个棋在局后 这个呃 陈阳叶他也是觉得 当然是 我们问了陈阳叶 他是觉得 这个棋黑棋是便宜的 就是看上去 好像视觉上 白棋提了三个字 心情很爽 这个棋确实是 感觉到非常的好 但是冷静判断呢 发现这棋白棋 其实并不占优 一方面 它的木树 并没有特别大的便宜 另外一方面 是这个棋很厚 但是这个厚呢 因为对着黑棋的这个厚 黑棋也非常的厚 相对来说 在中间它的发展 就是并没有特别大的 可以成为形式的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呢 白棋只能是希望 通过战斗 到战斗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厚 是会发挥作用 但是黑棋 因为这个地方也很厚 相对于把白棋的这个厚位 抵掉了一些 所以白棋这样的劫财 为了打赢这个劫 去找了损的劫财 有点没办法 但是呢 这个地方 大家有的时候 不要特别片面的去判断 有的时候要整体来考虑一下的话 这个棋其实是 黑棋现在形势还可以 长野人觉得 这个局部呢 是黑棋不怕 然后现在是搬到这 他也是觉得 他说这个棋 就是他军围 长野人认为 这个棋只要走这两手棋 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在这个局部效率 就可以当做是这样 一个大飞角 白棋靠了一下 黑棋没什么不满意的 同样这个棋 其实找结可以找成这样子 但是他觉得有点 就是个人的喜好问题 他认为这个棋 这个冲下来呢 不一定好 有可能把这个子呢 将来会被 就是要 由于白棋这里有借用 会被分断 所以他还是希望 走成这样 直接取地 直接符合他的风格 这里的这个复杂变化呢 就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 也希望大家就是 像这样子的棋呢 我觉得大家只是要了解就好 就是也不用特别的说 去关心他的每一手棋 有没有特别的必然性 或者是 一定要每一个步都 抠得很细的去研究 因为他这种东西只有 就是给他们那个职业的高手去 让他们去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我们就只需要是 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然后知道 现在的这个发展趋势 是这样子的 就可以了 现在看白棋怎么样处理 白棋断 大吃 因为这个黑棋的争子有力 所以黑棋可以选的 这个打吃了 粘上 如果黑棋争子不利的话呢 这个棋就只有单粒 如果争子不利的话 会被白棋稍微便宜一点 看争子有力 现在 白棋无论是从这里打了挡 被争掉了 还是从这里打了爬 然后黑棋把这个脚吃掉 也是争不掉黑棋 所以现在呢 他只能打完了之后 小剑 这个棋比较有趣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白棋去吃这个的话 黑棋一样都是要补回来 那么将来这个棋型 被黑棋一跑 黑棋争子有力的时候 一逃 这个像白棋比较重 这个形状 就是一个分裂的形状 然后走到这儿呢 就要稍微灵巧一点 就是我没有马上 就把你这个子吃掉 你还可以跑 你可以打吃我 我粘上 然后你再 你可以这样出来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这样 当然无论哪一种呢 黑棋都有一点稍稍不满意 就是他要帮另外的一边白棋下棋 就我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棋呢 白棋尝一下 是他全力 这个棋 白棋现在就脱线 如果黑棋用我们刚才的那种手段 出来的话 白棋可以从这边先来便宜 这样子 你如果走的话 我就连搬 就是白棋可以 由于你这个要撞我一下 我可以从另外一边 获得一些便宜 然后把一边的看清 再另外一边处理好 这白棋这个小尖的意图也是 感觉走的比较清零 走在这 对比单吃这个要轻一些 小尖 走完之后呢 白棋的意图一定是脱纤的 因为如果是不脱纤的话 那还不如走这个 然后补一个呢 这样子的话 你如果还去硬 就没有意义了 实战他就手脚 白棋是希望把这个布调 可以这个速度加快 在这个局部呢 不要投入过多的子力 嗯 就是给 把黑棋这个实地给他 这里呢 就看清了 清处理一下就可以 白棋走了那个之后 黑棋现在定 黑棋这一定呢 就是把自己这边 完全的加固了 因为如果不走呢 白棋点三三 黑棋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有一个脚地 你如果挡这边的话 他爬出去 挡这边的话 他一爬 你这边的形式 就都没有了 这个钉非常大 我觉得以 强烈的气风来说 酷爱实地嘛 所以肯定这个时候 走到这两个角的时候 他肯定还是觉得 嗯 在自己的掌过之中 这个棋 很舒服下的 白棋拆 这个最大 白棋把这边呢 拆了之后呢 黑棋肯定就要走这边了 因为现在这个全局 我们布局的时候 也是强调 就是要先从空旷的地方入手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边比较空旷 而且同时白棋这里呢 有一块 嗯 弹布上特别薄 但是总是会有 产生这么一个目标的 这么一块棋 这时候 也不能随便 从这个地方出动这个子 有可能会遭到白棋的转身 所以 它是选择了总工 嗯 下一手很明显 我要贴了 如果你要补的话 我就继续跟着你走 那么如果白棋这样下的话 这个棋就被黑棋啊 弓起来了 整块 黑棋现在就算拆一个 也可以 继续走 也可以 将来这棋上面一靠 也是很难受 白棋 整体被借用了 所以金日熙走的呢 也是贯彻这个灵巧的 这个思路 就是这里整体啊 就把它看清 这个棋 道理就是 把它如果走中了 成了负担 我现在走得很轻 你看我现在一反家 你如果是来吃我 比如说 走这个的位图就是要压 那我这个时候 可以选择的也很多 我首先长呢 可以跑回去 那长完了爬呢 可以逃回去 你也往外面走 我就补一下 就算了 另外一个 它这些有可能会挖 那你打吃 你这样 我就可以打吃完了 把你这个拐吃 我觉得棋子 主要是通过棋子 因为它这个地方 已经断了 立掉了 将来从这边借用 所以这两个 也不是特别的大 这样子棋子呢 就是白棋 是一个灵活转身 走得很利索 就不要在这个地方 拖泥带水 还老留着包袱 他走这个呢 黑棋走得也比较有趣 黑棋一看 我走这个 你正好一挖 可以腾锣转身 我就不想给你转身 但是你如果走别的 比如说这样子棋呢 跟刚才那个 大同小一 你这棋白棋 也是可以渡回去 然后这边呢 就轻处理 你想吃 给你吃 也没什么关系 实际上 它是打吃了这个 这个棋是一个 反向的一个思维 它的意图呢 就是我本来要 出来这个子呢 我可能是这个吃 这个煎 或者走这边 结果我现在 从这里一推吃 你要沾的话 我也是贴这个 跟刚才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这个棋 白棋变重了 整体这四个子被打中了 你现在这个 下一手就很困难 如果你往外冲 我这追打了压一下之后 这一段 你这个就不一样 跟刚才 你这个棋变得太重了 如果说你还是想要 直接走 那肯定不行 如果你走这个的话 我一打吃完 也是把你蒸掉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时候白棋 如果去沾呢 就太重了 这个棋 既然白棋 已经选择了 很清零的下法 所以它现在就 看清 把这个地方 煎一个 白棋的手段 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吧 也是可以向大家 推荐的一个下法 这个棋走的很清楚 很简单 就这样子之后 相当于呢 就是你在你刚才 这个本来就是你的脚 脚实控的地方呢 你又多提了两个 多提了几个子 是很厚 没错 可是我也很厚 所以这个局面下呀 这个厚 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 我已经把我这边呢 处理好了 这里处理好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相当于是 拆了一个边 这边的形状也不错 黑棋这两下也挺损的 所以总体来看呢 白棋就躲过了 黑棋这个 从家机开始 想要让它 成为一块负担的 这么一个意图 这走的很清零 很轻快 走完这个之后呢 其实现在这个鞋 这个地方呢 其实现在是 最不大的地方 就是全局的这个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这个这边呢 因为白棋这里 超级的厚 你这地方走多少 都没有用 你走什么 我都不应你 所以这个地方 而且黑棋也超级的厚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成空呢 也没什么意思 这个边肯定是最小的 也不会去围 也不会去破 然后呢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 拆这个 拆这个的话 白棋也就是靠它两下 你如果搬的话就退 你如果长 这个头呢 你是可以睁过来 但是目前来看 意思也不是特别大 这个尖一下 你黑棋这里挺厚的 但是主要是因为 这个借盘棋的格局呢 已经变成 由于白棋是特别的厚 然后你别的地方都有头啊 都这样很厚的棋 都没什么关系 对白棋来说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还是实地比较重要 它实战就没有去拆边 它先选择的是走角 漏 漏一个也是这个时候 常见的二五清分 如果你要是靠呢 这个时候它也可能会碰 因为它是目的 其实是要挖 可以先碰 碰完之后再挖 这个是常见的一个下方 白棋一般不会去靠 这个时候 木树上稍微损失一点 但是这个后包差很多 然后钉一个 黑棋走 黑棋这个 把这个头抬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子跟这两个子的关系呢 应该是一个互跑的关系 就比如说你跳的话 我也跳 或者飞 第一手跳吧 跳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 就双方互相向中央出头了以后 刚才我们之前说了 这个时候的头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重要的是木树 那么这个棋如果双方都向外逃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黑棋这几条鞋还是有点作用 因为它要使白棋这个地方呢 现在就没法扩张的很大 这个木树 以后我说不定这棋走后了 我还能下来 白棋想要攻这块棋的话 展示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性 因为黑棋只有一块鼓棋 我们经常讲 这个攻击的时候最好是腾挪 就是这个叫什么 就是缠绕攻击 缠绕攻击的时候效率是最高的 但是对方这个心很轻 都很好腾挪的时候呢 这个攻不到 一般就不要马上去着急的攻击他 他实战呢 就选择了走上面 放弃了攻击 就给黑棋活了 把底下的木树呢 让给黑棋了 顶完了之后搬 这个棋还有一种下字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棋啊 白棋跳 被黑棋补了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白棋如果恨空的话 可以点 直接点到底下去 把它的那个 这个子要求割下来 当然你如果走这个呢 我就一爬过 这样就是搜你的根据地 把眼味给它灭掉 但是黑棋可能会挡这边 因为这里子被分开的 这个白子也是一个负担 比如说 如果这样先选择的话 虽然白棋这里呢 是吃掉了黑棋一个子 但是从整体来说 把黑棋就算压一下 或者不压都可以走过来 大的形式上呢 白棋要稍微差一点 这样是很难满意的 因为你吃了这个 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点进去 马上走呢 也是不好 它实际上是选择了走外面 这样白棋呢 把黑棋基本上可以说是 这个封锁在了 这个二路上 然后自己这个地方 有一些可观的形式 也是我们之前呢 就说白棋这个棋 其实是由于这里很厚了之后 就是想要 可以有一个形式 让对方比如说来 削的时候 白棋记对他进行攻击 这样子这个厚实有可能会发挥 这个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斑 然后金智希是联班 这个中韩对抗赛呢 是美方 是每个国家是五个人 五个人进行对抗 中国的棋手呢 都是这个选拔产生的 然后韩国呢 像这个金智希 是这个选拔产生的 像崔哲瀚 赵汉成 他们都是直接的免选名额 然后这个李适时呢 是因为他就是 前两届他都没有参加 就是他选拔赛 或者是给他指定的名额 他都是不参加的 他是觉得这个比赛 可以把机会让给更多的人吧 他就不参加这个赛事 一起走完了之后 这个其实是必要的 如果现在 简单的去活自己的话 白棋一粘 这样白棋这块 基本上就是 很完整的一个棋形 你现在去断这个呢 虽然说是可以断 白棋也不会去跑 但是这个棋 你即便是吃了 也不是很便宜 你只能是把白棋 越走越厚 这个你不能交换的话 这边白棋很厚 这里的黑棋的下一手 不好进 就这个进入点 很难选择 通常对于这样的形状呢 我们会选择这里 但是现在看 很有可能会遭到人家这样的反照 朝这边去出头 好像有点困难 这个可能会有点担心了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打是必要的 打完之后 我们再看黑棋的处境 现在白棋肯定是不能弃子的 因为白棋如果现在你去弃子的话 被黑棋吃的好像有点大 你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黑棋甚至现在还可以断你 或者黑棋就吃掉 这个地方跟刚才确定的就是白棋并不厚 这还有断点 这样子的话 上面的损失有点太大 暂时来说白棋不太能接受这个变化图 所以不能弃 那么不能弃呢 白棋的下一个选择可能就是要逃 如果逃的话 无论你怎么样逃 这个棋黑棋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 呃 这可以说是一个 选 就是如果现在尝出来的话呢 这个棋马上就变成一个双方胡逃的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还可以呢 就是我这张也是真的先手 而且我留下了这个将来的味道 我可以先从别的地方去浅销进入 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再退出来 这是两种选择 嗯 总体来看这个上面的一个交换的结果呢 黑棋先手活了 然后白棋的外面呢 是有一点点的毛病的 嗯 接下来可能会形成战斗 那么如果是战斗的时候 就是白棋的这里的后势 可不可以发挥 可能这些都是整盘棋接下来的这个线索 所以我们现在呢 白棋飞了这手之后 他怎么样下的 我们再去实战看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看实战 飞 黑棋是选择的长出来 在这个地方作战 当然因为黑棋这里呢 有一些后卫 他就希望在这个地方有战斗 白棋跳 这个地方不走的话有断点 要跳 补上 同时呢 也是这里带 基本上黑棋想进去 特别深入就不太可能了 嗯 双方如果说就这样跳的话 他这个继续跳出来的话 双方都向外跳呢 黑棋可能也不满意 他觉得要对这块棋呢进行一个 把它弄到里面去 让它在里面火 然后可以腾出手来进那边 实际上靠 你如果敢搬 我就加 这也是这个很实惠的一个下法 因为你冲已经很明显不行了 黑棋可以 这样把白棋吃掉了 黑棋 白棋这个 常用手段搬呢 在这里就不行 那如果你不能搬 你说我退这样的棋呢 肯定也不太好 就点方 形状先点你 或者是我就退回来 基本上这个地方 你出头的路一定就被封锁住了 你就在下面去找眼 相对来说 黑棋呢 就比如说你走一个 黑棋把这个头走过来 这样你在底下火了 然后黑棋还可以腾出手来 在这边消这里 这是黑棋靠它的意图 白棋呢要反击 搬一个 这个时候 如果说单纯的断呢 这个棋就有点 中了白棋的这个招了 白棋就是要贴这个 这样子白棋的棋形非常的好 这样白棋现在无论是单挡 或者是拐这个 这是一个棋子的常用手机 这样子白棋气掉呢 就比刚才我们说这棋打了跳 那样子气要厚不少 这样黑棋的木属没有多 特别多 白棋现在可以走出来 或者走这个都可以 就跳一下 直接跳也可以 这样子这个棋子呢 是白棋觉得不怕的 他也就希望这个 你如果断我就倒贴住了 还是要在这里形成实力 黑棋呢 它也不会下得这么简单 一般这个就下一手黑棋早就准备好了 就加 这样如果你在贴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白棋 黑棋并不是从这儿去吃的 而是从这里吃 沾上我沾上 这样不给你刚才那个 走到外面去的机会 所以白棋一看呢 他也就算了 拐吃的时候我就不去尝了 因为这个地方欠了一手棋 我就就地做活 跳 给你提掉 算了 白棋 飞一下之后 点 这个点呢 是让黑棋非常难受的一手棋 正常来说呢 这个棋 它到底呢 要活的话是挡一个活 但它现在如果挡活呢 白棋这个斑是先手 粘是先手 就是白棋这个利呢 我们可以说是有一个硬头的 那么这块棋的死活在眼位上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有区别 同时背这一斑了 沾的话 黑棋的木呢 也不多 这个地方背点是很难受 所以这些除了挡这个 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如果你沾的话 背一斑局部已经死了 肯定不行了 所以它实战也是出于无奈 加一下 白棋力 本来呢 如果先加掉之后 活的将来有可能 就是这里啊 会有一些借用 那现在呢 由于黑棋实在是不愿意 让白方这个搬了 这个一路沾 跟这块棋 有可能在坐眼的上面 有关系的时候 它不想让白棋便宜 所以它实战是 先损了一个 这个棋 让人觉得很难受 因为本来你这一家 跟你本来没有 你可以搬的这个木树呢 已经是区别出来好几木了 就为了就是沾上这个 当然这样的黑棋的木树 会多一点 这地方有 一二三四五六木树 跟刚才那样 只有四木树啊 好两木 看这边 这个被虎上以后 白棋这里整体 还是厚了不少 黑棋没有任何的借用了 在这里 现在黑棋沾上 它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一路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威胁到白棋这块 刚才如果是白棋 比如你挡这里 我搬一个有紫的话 白棋现在肯定不会去 在这块棋继续走了 因为局部基本已经火了 白棋肯定是从 这边来走的 就是扩张自己 所以黑棋 它就是为了不让白棋 这个一路是有关系 它就沾上 把这里损了 沾上 这样子呢 白棋局部 如果被我一夹的时候呢 你是活不了的 白棋也就是必须要出头 其实也就是白黑棋呢 在这个 让白棋走这首棋 还是让白棋走这首棋之间 它选择了一下 就是这样子 它最后还是觉得 让你走这里吧 我走这个比较大 确实也是 这个其实如果白棋 一旦就是刚才我们说 这里有一路硬腿以后 一旦被白棋飞过来呢 这个黑棋 虽然提了一个 但是也比较无趣 因为你自己 想呈出来 什么样的实力 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还得再进去 那就差了好多 实战就是 择到了这个 然后白棋尖 它再震过来 这个震比较大 现在白棋如果去围空 比如说这样靠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围的不是很舒服 比如这样 你顶一下 你退 这地方由于有这个 穿向眼的 这个 总是觉得这块棋啊 还不是特别的 就是都是你的 也不一定 这一穿进来的时候 一下子你也吃不掉它 所以这棋如果是单纯的围呢 反而是不容易围的 可以走这个 单纯围不太好围 所以白棋选择呢 就是拖先 白棋实战呢 就 就这个了 这是刚才我们说 就是 上面的这里 战斗呢 白棋就认为 现在是告一段落 所以那么放眼全局 也只有这个边 我们刚才 虽然说这个边 是不大的 但是现在已经 没有什么大棋的情况下 它就走了这个 还是要把你这里 清分一下 因为直接打入这样的棋 白棋来说 没有什么必要 这里都是铁 给自己走出来一块棋 显得有点呆板 还是要 就这个 走到上面去呢 一方面 还有可能在 对黑棋有一些影响 黑棋这球 如果围呢 也是刚才一样道理 白棋就压 给黑棋围上控 然后再 对这里进行一个攻击 黑棋实战的 也是想反击一下 飞了一个 飞水招 其实白棋如果冲呢 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因为黑棋不可能 就是把这个棋 长出来 长 等于白棋这个 粘是决先 你必须得硬 你无论是怎么硬 反正你得硬 那你这个长 就没有任何意义 实战是走了这个 这手棋可能 可以算作是一个疑问手 在这里面有一点疑问 因为白棋呀 这个地方这么厚 你就在这走一千个 你对它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所以不是很想在它很厚的地方走 有可能是 即便要走或者拖先 拖先是一种选择 比如说在中央补一个自己的棋 这是一种选择 另一个就是局部即使要走的话 可能它这个飞还不如尾上控 实惠 这个毕竟得到了一些实地 飞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考量不是很清楚 白棋靠 这个白棋就转过来了 白棋不是去冲这个的 冲完之后呢 反正你这个地方 白棋也并不想在中央这儿 成实地 正面没有什么空的 它断你也没意义 下来之后 你这个地方的形式就没有了 这个潜力就都被破掉了 只好立 白棋交换到这一手之后 挑一下 走 其实白棋这几手 其实都是在做准备工作 白棋真正的目的在哪呢 就是还是要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里 这里比较重要 这个中央 白棋的下一手 就属于是亮剑了 这棋就是一靠 分段黑棋 我觉得这个地方黑棋下的是 这招非稍微的有点疑问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被白棋靠断的时候 在看黑棋这个子 其实它有和没有的区别 也不是特别大 这块棋跟死活 离死还早着呢 这棋 放了一个 稍微的 在现在看来 稍微有点浪费 这手棋 现在被一靠 那么黑棋就面临着 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法联络了 就面临着处理两块棋的这个境地 两块棋都得处理好 这个形式并不是黑棋想象当中那么好的 所以必须要得处理得好才行 扳 退 你不能长了 你如果想求这里的联络的话 这边被一段 固然你这边是很厚 但是展示离得有点远 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好手段 所以也就只好沾 这个段还是得补上 白棋搬出来 其实这样一看这个搬的时候呢 觉得黑棋真的挺困难的 这个棋 这里走人家就退 好像这个棋就被包进去了 但是黑棋还好 黑棋有好棋 黑棋可以挖一下 这个挖是什么意图呢 你打吃 白棋肯定不会从这里打 对吧 这个地方 只有打这个 然后它再一段 这个棋就看出来 其实它就想要这个棋呀 沾一下这些手呢 下一手可以把你挤断 吃你的棋径 你必须要补 那么我就是的这个棋呀 相对来说 白棋呢 也有一点负担 不像刚才 白棋属于是联络的状态 这些挖一个 为什么它好奇呢 就是你现在如果直接去断 被白棋吃 我们发现上面 其实就没有棋 这个地方 你再挖的时候 人家是吃这个的 这地方不行 不入棋 这就是一个 一手棋的差别 所以这一段一定要注意 要先挖 之后再断 就可以成立了 白棋补一个 这不这样呢 看下去黑棋外面的处境 就会相对好一些 因为白棋也得处理 它自己这个断的子 这个下到这里呢 其实第一感 就这个鞋型的第一感 是很想 可不可以有一个 庞大的作战计划呢 比如说我把这个弃掉 把你这里封上 然后卷着来杀你这块 很想这样 很有这样的心情 但是要实际操作 也确实很难 因为你再压一下 这棋你就死掉了 没有路可以走了 然后呢 你这里面对着我 这里有各种的接用 因为你这地方薄 然后我上面这里 还有各种的接用 局部我也未必 就做不出眼来 上面你也很薄 这地方点一点 所以如果你压完这一下之后 想杀呢 还是不好操作的 虽然说这个 有这个心情 不太想去跑那个了 感觉又重 这个棋走出来 就是黑棋本身 你逃出来也没有所得 但没办法 还是要走 实际上呢 就飞出来 牵制着一点点白棋 白棋拐 这个形状白棋很舒服 这个头给你拐过去 现在这个和这边呢 就有一点点像呼应的样子了 黑棋还得走 这个不走还是要被断 小剑 白棋这个时候 没有下特别强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 白棋的 针子也有力 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把黑棋断掉的话 一下子感觉 黑棋这个气很紧 也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 暂时没有看出来 他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很想断 他实际上走的比较简单 就长了一个 淡淡的一长 没有取下 很激烈的 黑棋补了一个 让黑棋先先冲 先冲一下 飞 再补气 那么黑棋就等于是 这块棋已经逃了 暂时安定 放心了 这个棋呢 进入到了白棋的空里面 如果该我下午下 一手挡下去呢 还是有些收获的 把白棋刚才说的 这里势力呢 给它破掉 这木树还是有所得 这块只要处理好了 那黑棋好像看起来就还不错 黑棋这个棋 被白棋靠出来呢 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厉 但这个棋 白棋确实是 它留着一个手筋 在这个地方可以护 这只要有点 两点见合的意思 一方面这里有斑 就可以斑下来 另一个就是这里一靠呢 你如果走 我一挤了 有断 它现在这个就是问你的应手 你如果说 敢堵这块棋死活的话 你说我这棋不补不行 我必须得补上 无论粘 你挤的话 它这个打车牵手一火 必须得 比如说粘 那它一靠 一挤 一段 暂时是不成立 但是它等于有这样的手段 它就可以在外面走一手 你这个一旦你敢这个拖先的话 我就可以来这个了 那你这边也不太好拖先 所以白棋这个问应手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在这边还没定型 还不知道它会出哪一招的时候 它先问了一个 黑棋这个时候也是 很痛啊 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一搬下来 这木树的损失又好几木 但是也没办法 只好跳 把这块棋 联络最重要 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冲动 跳 加 定 长 这时候白 黑起来是得硬的 这个棋 不硬的话又被弄进去了 你暂时这个棋 挡一下子也不是很关键 还是要跳 白起呢 因为跳了之后 白起这块呢 也稍稍有点问题 所以白起也要冲 冲完之后呢 白起就联络了 这样白起就联络了 一方面呢 是这个棋你藏出来啊 其实 不行 就是我直接一顶这个地方 我不会粘到这 你走我一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子就已经是死的 这个子就死进去了 另外一方面 这个棋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局部呢 其实白起有一般 你如果挡 那我起这个肯定是先手 我就把你这个棋一冲过来 这其实是 这个子呢 是留着这个被断掉的可能性的 所以就是说 黑起呢 根本就不可能去往前面 继续前进了 这棋 这个地方欠一手断 白起就冲断 的价值也就很大 那么下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发现 刚才这个棋 黑起走这手的时候 他可能他的意想度 就是让白起去冲断他 但是白起 现在白起冲断 跟刚才冲断的区别 就是在于这边的整体的定型 完之后 白起在这里多了一个 搬下来 是这里的一个区别 然后这里还被白起 靠倒一下 也是稍微便宜了一点点 黑起现在很想补这一手 这手棋 感觉太大了 不想被搬下去 可是问题呢 又出现新的问题 就是白起只要这个起 脱了之后 他这个起可以 可以靠断黑起 即便你挖 用这个顶 不好办 沾我一走 感觉这个起要进来了 嗯 进去之后就没办法活 这里可以 白起留着一个靠 就是白起这个非 他当时的这个后招 就是要这个起要靠 所以他一看呢 也不敢脱线 嗯 很想补这一手 可是呢 现在不能 冲 这样就把这个起补上了 防上 白起自然下这个 这招起 走完之后 这个黑起的地 已经就 没有什么地啊 可以说 一二路 按照正常的 黑现在只能是 硬一个 联络 然后白起再把这个起 一挡 就可以发现 其实黑起所得的 非常的有限 白起都处理好了 这里中间也成了一些木树 然后把你的地破了 你虽然说是 整体大大铺的 进入到我这里来 但是你毕竟还差手气 你还没挡下去 嗯 白起这样子的话 应该是非常简明的 所以黑起一定 在这个起的时候 不肯直接去联络 嗯 他是战士家 看看白起的硬手 白起实际上贴了这个 不给黑起吃这个字 贴这个 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手段 如果黑起冲了冲 可以吗 白起如果立的话 黑起这时候要注意 黑起不能走这个 这个被夹 这个起就勺子了 不要走这个 就直接沾 走这个 可以搬 嗯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起如果沾的话 黑起这个起 嗯 可以搬这个 也可以挡这个 就都可以 可以把 可以把白起吃掉 就留了一个吃 但你现在如果来吃 问题是什么 是你这块起死了 所以他现在也不能 马上去走 但他留了一个 有可能将来会 吃白起的这个手段 这个地方 加了一下之后呢 黑起一看 既然这留了 可以吃一半的 这个可能性呢 我就现在赶紧回头 把我这招起走了 这个也很大 基本上是决限 白起还是要顾及死活 要联络 那这个起 黑起顶了半块之后 中间呢 也成了一些木树 那白起得到的是 这个拐绘 现在黑起要处理这里了 它是沾手拐 沾上 跳过 因为你这个起 如果说你现在不硬的话 有一个问题是 白起如果挡住这个的话 基本上也是先手 下面 你不能不硬 不硬的话 走完一冲 直接就是这个脚的特殊性 直接就是退了 冲了一段 这里黑起是不行的 所以白起这个挡 是先手的话 黑起还是要拐一下的 把这个木树拐了 再跳回去 那么下到这里呢 基本上这个大致的定型 就定完了 现在全局最大的 就是下面这里了 白起沾 拐一下 跳 这里实际上它是跳到这个 被白起唬了一下 如果黑起长呢 白起就脱先 中间这里走一个 也是很大的 而且关键是 有这个打吃的关系 大家发现这一期的气 有点紧啊 黑起不太好瞎 所以它实际呢 是选择了这个跳 白起唬一下先手 这很机敏 这个如果跟着硬的话 就被黑起便宜了 这个捕活是必须要走的 不走的话被一跳 局部就活不了了 一定要硬 那白起把这个唬掉之后 把这个棋里走 这样下来呢 全局的大关子 很大的大关子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了 黑起下来 就是顶这个 白起走这个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一下形式了 做完这个 这个 对 我们可以来点点幕 看看这个棋 形式是怎么样的 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有的时候下棋的时候啊 更多的是 从一个感情角度出发 或者是从一个我感觉这个棋好或者是不好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靠谱的 这个幕术还是比较主要 像如果这个地方不给大家分析的话 我想十个人可能有九个会觉得这起白起便宜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布局的这个提三个字 那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幕术上还是黑起有所得的 白起这个并不是便宜的 这个局部 那现在的形式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点 点黑起的幕 一 算他如果走掉的话 就是一二三 算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九 这就是提的 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五 二十七二八二九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四四五三十三十三十一三十八 冲冲冲 四十四一四二 四十四四五 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十五 这边由于有个结 这边只能算成一半 五六五七 五十七强一点 黑起要强一点 这边有一些 白起的地呢算这样 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五二六二七 这有一些 二十八应该有 二九三十三一 三二三三 这地方是 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 三八三九四四一四二 三四四五四四一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 中间还有一些潜力 在这里还有个费 五十二应该 刚才我们判断黑起也是五十多 白起现在有个五十二 感觉上黑起这个贴漆木板 这个负担还是有点大的 然后现在是 现在是轮黑起下 好在还是轮黑起下 那么黑起这个起 还可以继续收关子 走完之后顶了 黑起收 走这个 走这个 这是黑起的权力 打吃 刚才我们的判断的 大约盘面差不多是 三四目的样子 那么轮到黑起先下 飞 这里最大 白起大 这个黑起没有走掉 转道里的话应该走掉 大飞是他的 走完之后小尖一下 他没有走这个 走到这个 所以白起把这个逆收了 感觉上这个要逆收是挺大的 然后黑起 贴 这个也很大 所以不走的话 这个一加 这个木树就 中间就可以有成一个六七木 因为你冲 我可以把你吃了 你就回去 他这个 贴一下是很大 白起贴了一个 因为这里还有可能有冲 所以白起要硬 然后他是挤了一个 这个挤 其实没觉得他有什么必要要走 联络本来也连的挺牢靠的 反而被白起收到这 我觉得黑起没有想到 白起会收到这一幕上 因为白起一般的感觉是直接沾 然后这起把这一幕收上之后呢 后面有一些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一冲一沾 该黑起 黑起小间这个 这也不小 还去冲 起退 还去再一冲 这样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其实黑起已经沾不上了 因为一沾的话 这个地方有断 我们只冲一下 先手之后有断 这三幕起已经沾不上了 就跟这个气有一点点关 走完 这个不过双方收的大致差不多 这个出入基本上 不会太大 白起小间住 这个接下来的关子呢 应该就是一些 比如说这种挡啊 或者是中间了 或者是这个结 刚才这个结呢 是给黑起没有算成特别大 如果是白起打是体的话 那黑起这边又多两幕 我们刚才就是给白 黑起算了两幕起 但还是要多点 但这个关键有个结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 就是胜负的焦点 会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打结呢 来关子最后争夺 看看谁会获胜 那么到现在 我们也可以继续再去这个实战 看一下他们的进程 欢迎和安大气盘 我们继续欣赏这句漆 刚才是摆到收关子 大致的形式呢 也就判断了一下 黑起现在是差不多盆面 三四幕的样子 收关 白起现在终于是要打结了 就刚才我们说 这个结如果没有的话 对钱能更加接近 可能盆面有六七幕 非常的细 现在白起打结 看看结材怎么样 冲 这个是命令型的结材 黑起反冲白起 也在这个地方找结 这个时候黑白起下的很机敏 他直接去打吃这个 这些机敏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 只有沾上 然后我现在再去剥 提接 白起挖 这里白起都是现成的结材 起踢 黑起打吃 白起砖上 白起再提 白起挤 这地方白起的找结 都是找得非常愉快的 一边收弯子 一边打结 挤完了 黑起顶一下 黑起顶一下 结材 继续黑起提接 然后白起火 沾上 再一提 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说 这个起 为什么这下打一下 非常的机敏呢 这一打呢 其实是等于破掉了 黑起一个眼位 这个如果不走的话呢 你在以后打是肯定打不到的 这将来黑起留一个眼位 那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于这个起 如果黑起现在 比如说找一个 不是很大的结 我们可以假设 去找了一个别的结材的时候 黑起白起火 能会打上来 即便是提掉 那么之后 这个结在一打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 黑起整块大龙 其实是不活的 因为这个起 点一个是白起的绝对权利 你只有沾上 那你这个角 就是我们俗称的 这个叫做盘角驱四 那你现在被我一打完 在一爬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整块大龙 这个起黑起 全部都被杀了 就根本就没有眼 这是他为什么 这地方打吃 说很机敏的原因 这差一个眼 所以等于说 这个结黑起是非常的重 白起这下不走 等于是 其实等于是 他可以随时可以走 如果你这个结 一旦被白起提赢的话 所以黑起现在呢 也是不好找下一个结了 很重 你比如说这种段的话 肯定就不是结 白起肯定把你就消掉了 没办法 只要走这个 等于现在呢 白起如果提呢 这起就 这个结就等于 黑起放弃了 白起在提这个之前呢 先把一些关子呢 都收掉 白起走的也是 非常的 嗯 这个 全部都考虑的很缜密 没有一丝的疏漏 这个是绝对先手 因为你不走的话 我这地方一走完 一搬就 目数很大 被他弄进去了 然后走 现在再回头 收都 逆收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起 都提掉了 那么基本上这个结 尘埃落定以后 这个起 我们就可以再走 两步 差不多就可以出结果了 走完 走 现在是轮到黑起 黑起在什么地方 交换一下 拿那个 扇上 再拌 把气团 这个下一步的打吃呢 是 逆收两目 他没有去走 选择了 这个中间的挤 也很大 跟这个差不多 这样子 嗯 这说完了 基本上 这个起的关呢 就 没有 特别大的了 可能接下来 就是三目起的关子了 打针针上 然后 黑起事 再拿 交换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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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吃针上 然后 黑起的再下一手 其实收了这个关 但他的上一手 其实 哪里走了一下 哦 提了一下 立方 把这个逆收 走掉 荧幕墙 点 点 这个是关子的一个好手 因为这一张 等于白起这个打是先手 那么注意 如果你搬粘的话 他一粒白起有三目 而这一点的话呢 他这三目就都没有了 对 这些是一个三目的关子 也是现在最大的关子 嗯 这个子在这 想挤一下 这个接下来就是 基本上就是 逆收一目和 后手两目 这样的关了 做完这个 这个 这个 尖 把粘 这条带子就收成这样 然后回头提 现在这个黑起 千万不能粘 因为这一粘被一断的时候 就能发现 黑起就 脚上特殊性 就死了 这个子等于是已经不能旧了 这些都是必然的 他现在没有签在马上提 他又去交换了一下 先手一目都走掉 避免对方拟收 走完这个 铺了一下 打一个浆 然后把这个提了 这就开始收两目起的关子了 然后黑起 白起提这个 黑起 打吃 他也是 先收这个 这个都是一目 逆收一目的关子 走了 这个之后 断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 在打起结来的时候 这个断一下会好 一个节材 这也是非常细腻的地方 好 半战 半战 然后黑起是 大吃 最大 半战 然后白起半 白起半战 这个 这样呢 就是两目起的关子呢 也就都收完了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关子了 我们再继续 点幕来彻底 看一下这个 其实最后的结果 会是怎样 123456789 101112 2023232526 27 2829331 34356 3940 这是个半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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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半战 底调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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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 5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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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1 61 62 62 62 64 65 67 白起 12345 67 8 18 19 22 123 235 2227 28 29 30 31 32 这半战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16 47 48 19 55 15 15 53 545 56 57 58 58 刚才点 黑棋是 6 黑棋是多少 黑棋 现在白棋是 白棋是58 黑棋 12 3 4 56 78 18 19 20 12 23 24 25 26 27 28 29 33 13 23 23 334 35 36 37 38 39 40 4 12 34 45 45 4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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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6 16 61 61 1目强一点 就是盘面的话 也就是盘面三目左右 就一般差一半目 最多盘面四目的样子 基本上在全盘也没有什么可以变化的地方了 那么后来呢是274手 这个陈阳也就头子任父了 中盘是这个 呃 摆给了精致席八段 嗯 这个棋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其实做过判断 就是这个棋到黑棋飞的时候呢 这些黑棋本身是稍差一点 我们觉得 胜负的关键其实是这个打击 只要白棋打赢了 白棋应该可以获胜 这个棋一开始黑白棋的并不是特别便宜啊 我们这个棋盘棋也是学习到了一个新的变化 然后在后来黑棋到底哪里没有下好呢 似乎就是从这个靠开始 似乎从这个靠开始呢 白棋就把黑棋通过分断了以后 这个 嗯 把这里主要是破掉了 这里的木树 把黑棋有点吃不消 这个木树挺大的 白棋 黑棋这个 只要分断白棋 把这个竖下来这道呢 也不是特别的大 但这个地方是确实很大 嗯 就是从这个靠开始 黑棋啊 就是有点 两边都要忙活 就显得有点着急 没办法 后面的棺子应该来讲 出入 双方的出入都不大 没有一方说是特别便宜的 嗯 基本上 都是正常的收棺 就有一个疑问是黑棋 这个棋没有先去大飞 嗯 这个时候 感觉上大飞一下 应该是他的权利 他打完了之后 直接走的这个 当时很想大飞掉 嗯 差 大概能差一幕墙 这个地方 后面也就没有什么了 感觉上双方 从这个主要的战斗 结束之后 似乎这个 胜负的走向 就已经比较明朗了 嗯 这局棋 陈尔叶在开局便宜了之后呢 后来是 这个飞 就是 感觉上 有点脱离主战 三场一手一问 啊 这个地方 说不定补一个 这个棋会比较好下 后来被分断了 这个要差一点 嗯 这局棋 陈尔叶最后呢 是中盘落败 嗯 给大家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我记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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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了吗